这一课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动画 那么所说的针动画呢 就是一针一针的来播放 就像我们放视频一样 那么我们一个视频呢 有很多针的数据组成 把它播放出来 连续的播放出来 就形成了一个针动画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一样的也是播放多张图片 也是原理是这样的 那么把很多张小的图片 那么连续的针给它播放出来 就形成了我们的针动画 针动画的应用场合呢 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做广告牌的切换 做我们的角色动画 那尤其是我们在做二维游戏的时候 二地图游戏 那么很多时候呢 要用到我们这个针动画 我就是用每一针小图片组成进行播放 那么我们这一节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一节是把所有的每一针图片 假设我们总共呢 这一个动画也六四针 我们把这六十四针动画组合成一张 放到一张大的图片上 然后每次播放的时候 去改变我们文理的位置 实现一个动画的播放 那么这样跟每次播一张图片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效率会很高 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把这个文理加载到我们的显存当中 那么每次只需要改变我们文理坐标的位置 进行一个播放 那么原来是单张小图片的时候 我们看 单张小图片 这个呢 就是单张小图片 那么单张小图片在播放的时候 每次呢 假设我把一张小的图片做成一个文理 那么 假设我们有六十四针 那么就需要有六十四张文理 每一次来切换文理 那么切换文理的效率呢 相对我们改变文理坐标 就要低很多 那么这个颜色不对呢 是因为我们在 把六十四张小图片做成一张大图片的时候 改变了RGBA 原始是BGR被我们转成RGB了 所以颜色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加载这一张图片到我们内存里来 那么注意这里 这里呢 我们改变了一下 原来 我们在调这个函数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交换什么呢 交换 这个BGR 因为现在呢 我这个转弯之后已经交换了 所以这里不需要了啊 做这样一个修改 第二件事呢 保存下来这张图片的宽高 也就是我们这文理的宽高 这个是干什么用呢 整个一张大的图片 那么我们有多少帧呢 怎么算呢 那一个小的图片多大呢 一个小的图片是108乘以108 这里有 一张小图的大小是108乘108 这你们给他看一下啊 所以呢 我这里保存下来一个108乘108 得到这两个信息以后 那么我在绘制的时候 来看 在绘制的时候 一列有几帧呢 一列我们看看 总共有多少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总共有九列 那么我们就可以 得出一个九 然后每次用来计算 我们当前播放到 哪一张小图的文理坐标 再把它贴到我们的九形上 这样就播放完了啊 那么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播放 那么你怎么知道 当前播到第几帧呢 假设我们总共 有这个64帧 那么假设我一秒钟 要播多少帧 那么有换算 对吧 第二个 你叫算 每一帧的UV坐标 也就是我们说的 文理坐标 你要算出来 我们先来算 每一帧的文理坐标 先我们得到有九列 这个每个 这个图片有九列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总共有九列 九列得到之后呢 我这个函数里面传了一个帧 传了一个帧数 当前播放第几帧 得到这个帧数以后呢 我这样做 把它转化成整形 做一个取摩操作 假设这个帧本龄 那么我们就得到 从第零列开始播 然后再除以 每一列的个数 就得到了杭数 大家注意 这样一除呢 就得到杭数了 那么通过杭和列 就能定位到我们 现在需要播放哪一个小图片 假设现在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就把它定位到了 然后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是干什么呢 算出来这张图片的 小图片的 对应的文理坐标 那么 有行列了 那么 行列 加一 假设这点是零零 加一 就这一点 就得到了它的什么呢 得到了它的 这一点的 优位坐标 每个都加一 就得到了 它对应的 最大值的 优位坐标 这个是 左下角 优位坐标 这个是 右上角的 优位坐标 那么有了这个 优位坐标之后 我们把这个 优位坐标 贴到我们的 图片上 那我看 这里面呢 我画了一个 假设也用108吧 跟我们图片一样大 我用 这个 注意看 这里是我们用的 正交投影 那么也就是我们用 屏幕坐标 来绘制 这张图片 绘制了一个 矩形 第一个点 零零 零宽 我们画一下吧 第一个点 零零 第二个点 零高 一 二 第三个点 这个 第四个点 这个 这样得到一个 矩形 然后我们看 优位坐标 优 这是小的 在这 小的在这 零零 零零在这 刚刚写错了 这个不好意思 错了 应该这 因为我们用屏幕坐标 零零点在这 这是零零 这个是零零 一 二 然后 这个 宽高 这个 在这 三 然后 W H 四 那么贴纹理坐标 这一点对应的 纹理坐标 是多少呢 应该是 优质最小 V值 大的 就对应这个 因为这一点 对应的纹理坐标 零零 零零就对应这个 最小的 这样一对 我们就把这个图片 给它贴到我们这个 矩形上来了 然后绑定这张纹理 启用 顶点状态 然后这个是指定 顶点缓冲区 启用纹理 速度状态 然后指定 纹理指针 照 这样就把我们的矩形 画出来了 这个呢 是我们控制了我们的当前根据针来控制哪一针 把它画出来 那么这个针怎么绘制呢 怎么传进来呢 我先看一下效果 你看 这里面 它在动了 走得很慢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一个什么事呢 我要控制一秒钟播放多少针 现在呢 我们有64针 那么假设我一秒钟想播30针 播40针 怎么来做呢 那么就由这个函数为调用式来看 大家看 我呢 这里做了一个静态的float变量 实际上也可以做成成员变量 大家不要像我这样 我是为了展示 然后呢 大家看 我这里做了一件事 因为我现在一秒钟花60针 那么一针花的时间就是60分之一秒 60分之一秒啊 这个参数每次加60分之一秒 假设没有这30的情况下 这个我就得到了时间 那么每一针是60分之一秒 一秒钟它才走多少 走一针 如果这样做 因为一秒钟这个值才是多少 一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当作我们帧数来传进来 那么就第0针 就开始第0针第1针 那么为了加快 我就给它这样写 现在呢 就是一秒钟拨多少呢 拨40针 因为一秒之后 这个值多少 40 那么就一秒钟 拨放40针 我们看 大家看 这个就比刚才快点 那么我还可以再快 一秒钟拨60针 如果一秒钟拨60针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更快了 那如果说我一秒钟想拨100针呢 这个是叫丢针了 大家看 这会儿叫丢针 因为你一秒钟拨100针 我每次这个值加 就超过1了 从1 比如说从0开始1.5 然后就变成3了 2就没有了 所以就会丢针 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丢针 所以呢 一般拨60针就够了 也就这个值每次加多少呢 加1 一秒钟过后 刚好60针 然后当它大于等于我们 这个图片 小的 针数的时候 总共有64针 那么怎么办呢 从0开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法 来播放我们的针动画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呢 作用呢 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我们的 二维游戏里面 是有很多用处的 那我们再看 我们这里面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 加在文理得到宽高 然后小的每一针 对应的宽高 再接下来 干什么呢 开始算我们当前 对应的帧数 画在哪一帧上面 也就是对应画 这上面的小图片 画哪一张 用这个算法来算 算它的目的呢 是得到一个UV坐标 然后呢 把它 放到我们的顶点坐标上 然后再进行绘制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这一节课就到这